外卖也不让点 在家里吃饭总好吧 前一阵 我们朋友要求我们俩 去他们家吃饭 人家做一大多菜都挺好的 等准备吃饭 人家把碗筷都准备好了 他从包里拿出两副筷子 你一副 我一副 告诉我再拿这块吃饭 还不算完 他拿着我朋友家的碗 去厨房 拿开水烫一遍 消毒 当时我看完朋友的脸 都绿了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你那个朋友他有胃病 我都跟你说了 别去他们家吃饭 你偏要去 我在网上都查了 这个胃病的患者 就是携带这个幽门罗杆菌 是致癌的 知道吗 而且他会传染 咱俩携带回家 再传给孩子怎么办 你那个朋友 根本就不替咱们的身体着想 他自己心里也没点书 他这种情况 就干脆别请朋友到家里吃饭 要这样的话 以后你这朋友 咱就别来往了 朋友家 行 你现在不干净 对吧 咱到自己家里 平时我要是感个猫 进门必须给戴口罩 你想本来感冒了 喘气就费劲 戴口罩更憋得哄 我听得汗都下来了 这日子过得 那难道你病了 我们就都不设防 然后也传上我了 谁照顾你 把孩子传上 怎么上学去 全家全都瘫痪了 这样叫其乐融融 门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呢 还有很多 我为什么不能喝白萝卜吃 具体为什么也不知道 就是说 网上说的吧 就是拿网上作为您生活的一个信条了 是吧 行 洁癖 吃素 还有什么